自从有冬奥会以来,雪橇项目一直是冬季奥运会的主要项目之一。 严庆赛区的建筑师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 建造出一条兼顾冬奥会标准和其独特性的赛道。 设计赛道时,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制兵和赵明。 制兵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也需要强大的体力。 如果说要达到我们的滑行的标准的话,我们要连续24小时制兵。 我们在制兵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曲面,我们就应该开成很小很小的物状。 然后先结上一次兵,冰上再撒一次一边水,就像循环渐进的, 然后一直到达到我们的比赛标准。 这个兵面一定要光滑,像玉一样那么润。 我们很要搬。 台湾和雨会发生。 哎呀,我们到达到更多时,我们是很无聊的天气。 如果它润走很雨时,我们会失ć日子。 如果它润走,我们开始消失。 继续是继续的水一样。 因为它润走某次,我们需要走重量。 里面。 在其他路上,我们可以离开昨天旅行, 在一几天的水 não需要紧幅。 但是,如果我们这 promises,你不要紧幅。 比如说5-6天 你能看到旋律开始 我们只是失去冰 这就是我们的迷惑 没有迷惑 国家雪橇雪车中心 需要一个简单 但具有挑战性的条件 照明 良好的照明是这里的必要条件 然而雨光伴随的热 对于冰雪运动的场馆而言 是一种潜藏的危机 从技术层面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影子 对很多建筑师而言 他们的梦想仍是坚守着多年来的原则 梧桐奉闭制 花香叠自来 举办赛事的时候 一种原因是讲 教练还有都是说 我们的冰面是他们见过最好的 那个时候听到这个 这个夸赞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特别自豪 也特别骄傲 也是会保湿下去 会晒到这个冰面会做得更好 你们可以看